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城市生活报 9月22号的热搜新闻 我们今天热搜新闻 其实一般来讲 很多的热搜新闻都会有交叉 我们举例来讲 今天第一个新闻 它就是0加7 之前我们前些日子 做个热搜新闻的时候就有0加7了 那时候是什么呢 是因为名嘴周寇寇 他就忽然讲出 0加7可能10月份开始就要上线了 结果那时候的流行指挥中心 王碧胜 他就说还没有确定 怎么叭叭叭叭 说还没有可能 可是你看了 才过几天 才过三天 结果0加7已经正式的要推出了 也就是第一阶段9月29号 路径的总量 会高达6万人 那第二阶段呢 如果做得不错 可以到达15万人 那到了第二阶段 很可能你进来 那个路径的时候 你就0加7不用再不用到那个防疫旅馆去住了 你看 所以这个这个新闻里面的前后站一看的时候就知道有关系就会有资料 对不起不是比这个有关系就会有资料就会先爆出来的话就会养成他的那种在在在在名嘴上面的一个权威性 不错好 再来就是因为我就是0加7的状况很多路都会改善 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看的热搜关键字是什么 是虎航 虎航呢 这你看所有生意人要等这一个开放那个观光或是出国观光 这个商机呢飞机飞机好我们这些的航空公司呢就非常非常的充非常的敏感啦 你看他虎航马上在推出在今天今天22号嘛 在今天的3点1515点就是下午3点嘛 推出一个88元起的飞日本 88元 快点快点快点100元有兆呢 我就赶快去抢其实这个就是行销的手法 也就是虎航大部分都飞那个日本的 最开始大家要去抢票 抢票的话日本也开放台湾也开放 哇光光就正是进入所谓的蓬勃发展的时候 赶快赚点钱 不然航空公司再不赚钱哦 倒了以后就就完蛋了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下一则呢 我这个是长龙的子长龙集团的子公司 一个小金基叫做长龙航泰 这个长龙航泰呢 要已经向那个证交所寄贴件申请股票上市 是今年度第12家那个国内申请上市 那长龙航泰呢 他是做什么 做飞机 领主舰 推动器 这些 所以呢 他的成立呢 会推动台湾的一个航泰的一个实力 所以很多人看好长龙航 长龙集团的这个长龙航泰 你有如果说有有注意股票投资股票 这只股票稍微上市以后了 因为才刚开始申请上市嘛 如果上市注意一下 好 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第四个是富江 富江富江是什么呢 富江一语商双关 富江呢就是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民进党政府啊 就是国建国造 之前出了很大包嘛对不对 就是好像那个在台南啊 在那个什么渔港那些 有发生那个我们的国造国建有问题 可是还扳回一层 现在呢我们的国建国造 已经有一个叫做富江舰 已经成立已经是正式的下水了 这是我们海军高校轮的第二艘 军舰叫做富江舰 而这个富江呢 因为他跟那个什么一藤顿二的一个 一个动画片的那个女主角刚好 一样 大家看那个影片上面有 除了那些富江那个军舰以外 有一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是一个动画 我闪一下 在上面上面上面 这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也叫富江 所以军舰的命名跟那个漫画片的 女主角的名字是一样 所以很多人就就就就把他连 连成一个笑谈去谈 OK好 再来我们接下来看的是 我们比较慈善的那个正元法师 正元法师呢 就是慈祭 慈祭之前闹过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他们的执行长 兼... 员... 果... 叫做什么 员博文 OK 员博文喻 执行长出来说 之前慈祭呢 呃就是在买那个那个疫苗 哦 我们那时候疫苗 VMTV疫苗 哦没买到 那慈祭呢 买UPBNT疫苗的时候 有被阻挡 唉 那这个呢 引起的哇 陈时中 就是燃绿一阵的那种口水战 结果很多的1450也好 就把正言法师的词迹打成中共的同路人 抹红 这时候台湾就出现一件事 你到底是相信民进党的绿 还是相信正言法师的词迹是红的 所以就搞得很复杂 结果最近不是地震 地震也发生很多事情 蔡英文总统在开视讯会议的时候 把花东两个县长都跳过 这次为了要弥补防灾的视讯 把两个县长跳过 所以他就飞了一趟到花莲去 那顺便 因为为什么讲顺便呢 因为很低调 听说是很低调很低调很低调 去跟上人这样讲讲话非常低调 那大家都开始解读了 是不是民进党政府已经发现 跟实际跟实际对抗是不治的 所以说大家说蔡英文去见 正言法师是什么 修补关系 为什么 选举到了 好 再来我们下一则看到的一些热搜关键呢 是央行 央行最近已经开始出手了 他出手干嘛呢 因为你美国一直在升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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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搞得我们台湾的股汇师 股汇两个都乱七八糟 都投资者 我给你讲哀鸿遍野 所以洋行现在的希望说 如果说我们要组成一个叫做 首汇国家队 民进党政府最厉害的就是组成国家队 为什么呢 口罩口罩国家队 疫苗疫苗国家队 现在央行也要用一个首汇国家队 他叫所有的 你如果说你在外面 我们的银行或是在受险或是什么 你在外面有赚到钱的 赶快给我汇回来 充实国库 充实我们的美金的存款 这样子可能在汇率上面比较有筹码一点 这个叫做首汇国家队 就是央行推出来的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最近太热门了 叫做中华大学 中华大学自从林志坚的问题的话 中华大学现在的名声 整个就非常的好 为什么呢 因为在台湾以前不知道中华大学 现在都知道中华大学蛮不错的 以前林志坚的问题扯中华大学 还有话讲 最近那个静周刊又扯高宏安 就是新竹市的市长候选人高宏安的论文问题 结果可能高宏安的意思口误 口误就是说 我又不用说中华大学夜间部毕业 去跟台大乘学历 洗学历 这句话有点惹到了中华大学的一些同学 所以高宏安也出来道歉 这件事情其实从头到尾好怪 高宏安失言他道歉 道歉中华大学学生也接受了 结果事情没完 为什么 因为 网友 全部灌爆了中华大学里面的留言说 你们怎么可以原谅他呢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没有格调呢 奇怪 当事人就是高宏安 当事人就中华大学的 那为什么两个两兆都已经觉得有没什么问题了 结果网友有意见 网友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 这网友到底是谁 这个可能好好要去查一下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哦好北极新药业 这个关键字为什么现在会大家来查 因为这又是一个 上市公司 那之前21号的时候停牌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公布一件事情了 他们的一个癌症的药 已经第三期哦 第三期解盲成功 哇恭喜恭喜恭喜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要开始赚钱了 所以呢 你知道吗 他们的股票呢 6550 大家如果说你对生技啊 生医股啊 你会有一个 比较注意比较关注的话 这支股票好好的看一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一定会涨 因为他短期里面的 他已经解盲成功了 代表什么代表他要赚钱了 好 再来呢 我们来看俄罗斯 俄罗斯 俄罗斯 好几种 现在以前的俄罗斯呢 一开始 轻入侵乌克兰 大家都 大家虽然同情乌克兰 但是觉得俄罗斯 他的战力军力应该很好 结果呢 俄罗斯他打了半年以后呢 奇怪 最近怎么 一直在输啊 一直在输 输到最后的时候 连俄罗斯 他本身的那些 那个市民代 不是市民 市议会 一些议员 都来反抗他 都觉得说 你这样子打输 但是 普丁呢 他不觉得他输 他最近 这个不知道什么 这应该看起来就是一个正式的狂人 就军事的狂人 当他发现他自己 打不赢 短期里面打不赢 乌克兰 他现在呢 专门针对 那个核子 那个核子的那个 核电厂 你打核电厂要干嘛 就要把这个地方毁灭掉 不止不止 他还怎样 还在现在呢 要增兵 增兵 增兵 30万人 而且他说 我跟你讲 不惜使用 我那个 那个这个核子弹 核子弹 来攻击乌克兰 这个人稍微笑 为什么 因为输不起啊 那最近呢 俄罗斯因为 内部的话已经 他们国内自己会有压 已经有压力 而且觉得生活不变啊 或是国际的贸易都受阻 所以俄罗斯内部的反弹声音很大 狂人还是狂人哦 我跟俄罗斯很多人反对普丁啊 只有一句话 抓起来 所以呢 1300多个抗议的人 全部抓起来 俄罗斯这个普丁厉害 我就不知道他接下去的时候 到底这个戏要怎么演啊 哇 越来越狠 越来越强 越来 他你看不只是要对付国际啊 连自己的国民也要对付 一千三百人都抓起来 哇 厉害厉害 好 再来看 我们最后一个新闻是什么 郭台铭 好 最近有一个 这个我们最近不是在2022年在选市长 县市长嘛 结果现在就已经大家在关心一件事了 关心什么呢 关心2024年到底谁是选总统 好 那结果有一个民调 一个民调叫做郑传媒 我们最近都很多的传媒 都会做一些的民调 好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郑传媒他认为 2024年如果说是要选总统 他的民调是什么 第一名是谁 是 那个赖清德 哇 他第一名竟然是赖清德 这我其实 我们也觉得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这个民进党当政啊 那你知道吗 这一次的市 县市长在选举的时候 你看看板就知道了 看板呢 很多人信赖 信赖台湾 为什么信赖 因为信那个什么赖清德 所以其实民进党的赖清德 其实已经在布局了 民进党也有输不起的那个压力 好 那这个郑传媒 他来调查的时候 第一名 就是选总统第一名是赖清德 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就是 那个郭台铭 19.1 对不起 补充一下 赖清德是23.2 23% 那郭台铭呢 19% 第三个排名的是谁呢 侯友宜 国民党的侯友宜 那第四名的是谁呢 大家一猜也知道 就是阿伯 柯文哲 他有刀趴 差不多10% 那我们把这个稍微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民调 里面很有趣 民进党赖清德 好 郭台铭呢 现在 好 他还没挖什么人 OK 那第三个 国民党的侯友宜 那第四名呢 就是 柯文哲 哇 刚好 民进党 民进党 民众党 国民党 还有个五党的 现在这四个人都浮上台面 那的话 郭台铭有说 之前为了要疫苗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黄阳明吗 黄阳明说 报说 郭台铭在买BNTB疫苗的时候 有口头 我不知道是口头 还是签 签那个 那个 白纸黑字上面说 他不选2024选总统 这个我们不关心 所以你看 泰式就是 各个 国民党 侯友宜 民众党 柯文哲 那 那个 这个叫 民进党 就是赖清德 郭台铭会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所谓的 他如果挖 挖到什么人 因为他很 很自由自在 他就是五党级 你看 如果郭台铭跟赖清德 一定上 郭台铭跟侯友宜 好像也上 但是郭台铭跟国民党好像已经不大 不大好了 然后郭台铭如果跟阿伯的话 好像也不错 所以你看 最有可能的 如果郭台铭好 如果你看 跟民进党好像不大 不大可能 跟国民党也不大可能 如果跟阿伯的话 这个倒是 有可能这一组人就不错 只是啦 是郭台铭选总统 还是要柯文哲选总统 如果说柯文哲选总统 郭台铭变副总统 这样也不错 好 这个值得我们就很关心 但是现在我们先关心 2022年的县市长首席 县市长的选举就好了 再过一年多 其实很快 你知道吗 选完以后蔡英文就变成 就是哇 赖清德要出来选总统了 他就变成比较有权力了 哇 整个台湾又会变成 另外一种的一个政治架构了 好 我们就继续再关心下去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首次看 OK 谢谢